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成家庭及社会的莫大损失 民国86年6月 我国全面实施骑乘机车强制佩戴安全帽法 立法后一年即大幅地提升安全帽的佩戴率至90%以上 根据台北医学院邱文达院长所研究比较 强制戴安全帽立法前后的机车事故情形 发现机车事故所导致的头部外伤案例减少了33% 开颅手术减少了42% 而不论是普通病房或是江户病房的住院日都有明显的减少 学者认为若所有机车骑士及乘客都佩戴安全帽 所有38%的死亡案例不会发生 五国近年道路交通事故案例持续减少 机动车造势死亡率也从每万辆2.66人下降至1.43人 而安全帽法立法后的五年多以来 机动车事故的死亡人数也自民国86年的6516人 将至民国90年的4787人成效显著